大家好 1月19日星期五 今晚当然是跟大家说 政府押后垃圾征费 不过说完今晚的话题之后 在这条片尾声 我会回应一下 网民在留言说到 我这个频道一些技术问题 大家留意 先说回今天的话题 政府宣布押后垃圾收费 押后到8月 叶楼淑仪说 这是政府听民意的表示 我反而觉得政府搞不定的机会 不过有一件事是真的 整个押后垃圾收费 就是显示到政府 施政可以很有效率 因为大家去想想 整件事我相信 这个押后的安排 可能是很短时间作出的 短到什么 应该是24小时之内 为什么我这么说 大家看到前天 这个环保署助理署长 还上电台 教大家 将一条地拖棍 铁开它 进垃圾袋 可以省到钱 其实当时我也不明白 一般人家里是否有铁去铁开 地拖棍 前天还这样 到昨天 大家看到新闻 这个环保署长 还自己出来说 就说市民 我们环保署已经很努力去解说 做了很多解说 但是如果市民 如果市民想不清楚 那什么时候都是不清楚 还说一些 这么令人有情绪反应的说话 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看到整个阵式的安排 但是政府仍是想着 起码处长去接受访问 访问昨天刊出的时候 似乎仍是想着 预期会在4月1日 去落实这个垃圾征费 所以现在出来说 宣布就是押后 可想言之 整个决定是很短时间作出的 局长 謝振环今天见记者的时候 就说是他建议行政长官 去押后 是否这样呢 我不清楚 因为主持也是可以这样 特首问你的局长 4月1日是否搞得行 局长没有信心搞得行 于是就说不如再押后 那你说算不算是局长建议呢 所以我觉得 很多很多的说法可以 但肯定是很短时间作出的决定 政府今天去做这个宣布 原定呢 早几天前事先张扬了 环境局、环保署 今天就说要出来开记者会 原意这个记者会解说 垃圾征费 原本4月1日落实 原本就是说 记者会开来解说 告诉市民 究竟具体的做法是如何 有什么不清楚 一次说清楚 做好解说 原本是这样 大家记得特首 星期二出来 星期二出来 还是说 就是他叫环保署 环境局那些 要多些解说 起码 李家超星期二的时候 没有想过要押后 谁知道记者会今天4点开的时候 这个局长 借振环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借展环 借展环 第一句已经是说 整个安排 垃圾征费要押后 由原本的4月1日落实 现在就押后了4个月 变成8月才落实 今次已经不是第一次押后 整个垃圾征费的法例 就是在2021年8月通过 如果数手指两年半之前 原定法例通过后 就说在2023年底 即去年年底 就会落实 但是在原定的落实日期之前 几个月 这个局长 借展环 在立法会说 为了令市民更好适应新法例 所以就决定押后了 当时也是押后4个月 就说来到今年4月才实施 不过当日 局长在立法会和议员说 要押后4个月的时候 因为一再被议员追问 会不会一拖再拖 会不会押后之后又有押后呢 当时这位局长就说得很明确的 就说一定不会再退 他的原话就是一定不会再退 有一定这个字的 但结果他说一定不会再退 现在就是一退再退 再退多4个月 有句说话就是十年又十年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 现在四个月又四个月 即是一届政府任期有多少个四个月呢 会不会再退下 这届政府任期都完 这就是一个背景 关于今次押后垃圾征肺 针对今次政府的押后 我自己就有几个看法 补充多一点 其实他今天宣布押后垃圾征肺 8月才做 但原定日期的4月 就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也有些事发生 现在政府就说 4月的时候就会在政府部门 以及去邀请部分大厦 做一个先行先试的计划 就是那些私人大厦 就不用你用钱买垃圾袋了 政府派给你 等你们去 就是开始试一下 做这个垃圾收费 看看会发现什么问题 所以4月是有一个 就是先行先试 一个这样的先道计划 针对垃圾征肺 这个就是今天出来大概 局长说的事情 我针对整个现在政府的安排 我自己有几点看法 可以今晚和大家逐点去分享 首先押后 我认为绝对是好事 因为如果 如果预期按政府 现在的时间表 预定的时间表 4月1日落实 大家从近日 种种的新闻 各式的人士的发言 包括民间 包括政府 大家可以预计 如果预期4月1日去做 一定是一场灾难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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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忙脚乱 倒捨螺蟹 然后 民怨沸腾 所以 他押后 多4个月去做一些 准备 多4个月去走赚 他可以避过 至少在4月 避过一场灾难 所以 我觉得是好事 但是 为什么我认为 押后 可以避过一场灾难 为什么我觉得 他如期4月会做灾难 问题固然之一 就是市民 未充分了解 因为政府 我觉得很多东西 解释得很不清楚 市民不充分了解 这个固然是重点 但是 更加重要 令到4月1日 如果落实是灾难 的原因是 我觉得 根本主其事的政府官员 局也好 柱也好 其实我觉得高官 自己也不太了解 这个之前 我也拍过一条YouTube片 以此为主题 我觉得 通过官出来说话 你可以看到 他自己也不太掌握 这个 垃圾经费 很多细节 所以 一时会说 物管公司 不可以包底 一时又说 可以包底 不过不鼓励 但跟着又说 不可以包底 不过他们可以执手 究竟你想说什么 而且 这条法例是两年半之前通过 其实内容 两年半之前 已经写得很清楚 我们市民不明白 但你作为负责官员 应该两年半之前 已经充分掌握 滚瓜难熟 但还出现这些问题 你说是否不熟 今天见记者的时候 这个局长 谢展宏 也露了底 有记者问他 一个关于执行细节的问题 市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在记者会提问的时候 但局长 顾左右言言他 是没有回答的 局长就说 我现在这样说 可能别人又有另一个说法 不要混乱了 我们四月有个先行先试的 那时候就清清楚楚 简单而言之 他就是推堂 没有回答 但是 按道理是不可能的 你作为主期视的政策局 作为局的一局之首 局长 你应该被任何人掌握 那个情况 你连记者去问一个问题 你都没有办法职场 给到一个清楚答案 而你不回答的原因 就是我怕我说了现在出来之后 其他人又有另一些说法 怎可能 如果你那个就是 应该一事一二事二 你那个应该是最权威的 是吧 因为你最掌握 所以 所言之 其实他自己 都不太清楚 那你说 如果政府官是这样 主期视的高官是这样 哇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落实那个政策 不是说笑 是吧 怎会不是灾难式 所以我觉得 这个绝对是好事 因为连局长都 都在对调条例 似乎今天显示了出来 他也是有限公司 还有 原定这个记者会 再强调一次 这个记者会原定就是 原本4月1日 去实施这个条例的时候 这个记者会 就是出来解说的 所以局长 是没理由回答不了 但是他就是回答不了 所以第一点 我想跟大家说 押后是好事 是正确的决定 接着第二点 押后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但是 必须强调 这个所谓 现在是正确的决定 背后 就是官员做得太多 不正确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件事 老实说 真的要好好问责 究竟现在我们还有没有 问责制 就是 刚刚也说过 时间表 这条条例 喂 两年半前通过 你政府的官员 是有 两年半时间 去做准备 如果现在押后到8月 甚至是3年 其实 就是 究竟这两年半 你做过些什么 如果以 李家超经常强调 以结果为目标 你说这两年半 其实你就是做解说的 甚至在去年年中 去年7月的时候 就说要押后多4个月 就是去年年底去做 就说要令市民更好地 去适应新条例 照计 你应该开行摩打 去解说给市民 令市民可以更好地 适应新条例 为什么会到现在 还是不清不楚 而出现到 又要再押后呢 那绝对就是官员 做得不好 是吗 这个很肯定 但是更过分的 就是 港政府的官员 在这方面做得不足 做得不好 昨天 这个环保署长徐浩光 接受传媒的访问 就是昨天见报 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环保署已经做了很多解说 就是说 读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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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清不清楚 很多时候 就要看你自己想不想搞清楚 如果你想不清楚 什么时候都是不清楚 这位环保署长 就用这个说法 去将 现在市民搞不清楚的责任 就推到市民身上 不是吧 这种说法是什么态度 这些呢 绝对就是官员的傲慢 今天叶柳 出来见记者 针对政府押后 这个留守收费 他就说 押后是好事来的 其中一个点 他就说 希望那些官员 多些出来解说 还有不要说些 令全社会都生气的说话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说 全社会都生气的说话 是不是就是包括了 这位环保署长 徐浩光说的说话 因为 确实 市民 是很值得生气的 你自己做得不好 你不去反省 你不去检讨 你不去觉得知道 两年半给这么充分的时间去做 你做得不好 你不去反省自己做 为什么做得不好 要去改善 你反而将责任 推到市民身上 如果你想不清楚 什么时候都不清楚 就好像责不在我 有没有搞错 你们的官员不是义工 你记住 你是收工 你不是义工 你每个月在做环保署长 我想十几万 二十几万人工 局长更多 局长就几十万 这些也是六位数字的人工 你交这些课息出来 有没有搞错 今天 这件事 显示 为什么要押后再押后 其实如果以结果为目标 就是官员做得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很清楚 但是死不认错 第三点我想说 就是那种死不认错 那种出来 其实局长今天出来说 就是说 押后 他的逻辑 其实很荒谬 他不认自己 是做得不好 他的逻辑是什么 他就说 以前我们可能用文字 用图像 可能解释得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用先行先试的计划 去做一下先 在细节里面 如果发现到问题的改善 一个涉及这么庞大的计划 涉及影响几百万市民的计划 你说你做一个先道计划 先行先试 是好事 我觉得是好事 就是 看看具体执行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 但是 这个 你不是准备了两年半之后 你今天才想到 甚至 你上年年中的时候 已经第一次押后的时候 你都想不到 你要现在才想到 还有如果 根据你所说 就是说之前 只是文字 只是一些 抽象的解说 现在他说自己当时 抽象的解说 是没有办法 讲得明白给市民听 一定要具体 先行先试 先道计划 如果你是这么说 你整个政府 是不是可以收档 以往多少政策 就是 多少政策 是要靠文字 就是这样去解说 靠语言去解说 其实整件事 不是 不是那个 途径的问题 也都不是市民的理解能力问题 不是好像环保局 环保处长 推给市民 是你自己政府的 高官的解说能力问题 但是政府的解说能力 差也可能是 他根本未弄清楚 整个政策是怎样 现在我越来越相信 你从他们的表现 是可以看到 所以 那个逻辑有问题 而背后那种死不认错 明明自己是犯了错 做得不好 都不肯认 不要说扣人工 一句道歉 一句和市民说对不住 都没有 今天也有记者 在局长见记者的时候 就问他 整件事搞到 一拖再拖 一言再言 一压 一次压后 又一次压后 有没有人要负责的 会不会道歉 亦都说 环保处长 刚才说 把责任委过于市民 如果你想不清楚 什么时候都不会清楚 一些这么傲慢的说法 那会不会用这句说话 收回这句说话 或者甚至为这句说话 道歉 局长其实是没有正面回应的 当听不到 所以背后这个环境局 这个环保署 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才会出现 这个垃圾经费 是一再压后 压后四个月 又压后四个月 那这个就是第三点我想说 第四点就是说 你说政府做得不好 那应该怎么去做 这个我就看到几个问题 就觉得政府 起码从细节执行上 其实可以 从他们的失败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问题在哪里 首先 今天我也说 今天那个原定 说开记者会 去解说清楚的执行细节 让市民掌握多些 然后四月一日落实收费 但之前我提过 政府的高官真的有一个 记者会恐惧症 今天也再次引证这个问题 他们确实有记者会恐惧症 今天这样说 开记者会 其实最后也是 局长 就出来 在咪兜里 对着记者 回答几条问题 前后回答了五条问题 二十多分钟 都不够半个小时就收档 主要就是解说 他们会把垃圾经费 由四月退到八月 然后回答五条问题 二十多分钟收档 其实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这个记者会 原定就是 环境局、环保署、主旗市的官员都出来 去逐一面对传媒 然后解释清楚整个条例的执行 为什么 你今天不可以顺势继续这个记者会 说一个正正式的记者会 坐下 既宣布我押后 四个月 也同一时间去解释清楚 执行的细节 你今天不说什么时候 为什么要等到四月落实 先行先事的时候 看到具体执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才说 因为其实现在 那条条例 两年半之前执行了 你现在不是需要一个政策酝酿的时间 不是说我想应该怎么做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你应该想完整套 所以今天应该在记者会里 你已经按道理 你有足够的材料 今天去逐一解说 让市民消化多些 你不会嫌市民太熟 其实市民现在 正正的求知欲很旺盛 针对这个话题 因为本来说是四月来的 但现在趁四个月 都不是不来的 八月都会来的 市民早点知道 早点清楚有什么问题 也早点消化了 甚至可能市民会想到一些 其他的问题 再提出 可能之前你没想到 这些解答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八月 你便错失了一个 去解说 令市民更加掌握这个政策的机会 所以 这些就是问题 其实你多有心去解说 为什么说 你斗了工 于是你要上班 便应酬式 要解 迫到特首说 星期二开会不会出来解 那就解 现在又吞四个月 又不用做了 又收工了 又继续出粮 反正没有后果的 那就是这样 我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今天 不是可以按原定计划 除了宣布押后 都去解释清楚给市民听 但今天就没做了 因为你们应该是最熟的了 你们应该是很熟的了 你们不需要再押后四个月才去熟的 所以这个是很奇怪 亦都是 我觉得 显示 这个问题也很严重 这个是此其一 那另一点就是要怎么做 有一件事我完全是拗头的 其实整个垃圾征费的目的 政府一直再强调 这个不是一个为财政理由 去打劫市民荷包 不是说库房穷 想问你拿钱 政府一直都不是这么说 他也是说 为了环保 我都不断买这个概念 全世界其他地方 垃圾征费 都是想市民减少制造垃圾 就是爱护地球多些 这件事是值得支持的本质 因为你看到现在 全世界的极端天气 都越来越多 就是我们香港 以往被认为福地 在气候上 我们是一个相对好的地方 我们有没有什么暴风雪 龙卷风 但是你都见到近年 我们已经出现那种 天气那种热度 蒸农 突然间一个星期 可以经历春夏秋冬 也都有 五百年一遇的暴雨 都试过了 那次都很严重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 告诉大家 地球是病了 所以我们爱识地球 是对的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 不要说得远了 过去几个星期 大家见到政府高官 出来解说这个垃圾征费 有没有提过一个环保的概念 我真的不多觉 我都叫做 留意一下新闻 我不敢说所有新闻都看完 但基本上 如果主要的高官出来说话 应该都没有遗留 天天都看报纸 也都看电视台的新闻 我不觉 按道理 你去推销垃圾征费的时候 你一定是会告诉市民听 就是说 其实 你想减少收费 你就还保一点 减少製造垃圾 例如你把家里的 最简单 就是胶瓶 纸张 铝冠 你拿去回收 那些你就不用扔了 你就不用浪费垃圾膠袋 不用买垃圾膠袋 你拿去回收 甚至厨余 当然那个更复杂 因为家居附近有些系统 有些人在做回收 但是你应该同一时间 宣扬这个概念 我没有见过 没有听过 举个例子 现在成为很多人的笑柄 就是那个地拖棍的问题 那个也不低级的 应该是 那你在电台 人家问你如何处理地拖棍 你就说 然后铁开它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离地 我不明白普通市民 怎会有把铁去铁开一棍 而且 木也可能可以铁到 如果有铁 如果类那些怎么铁呢 如果你问我 我即时会觉得 如果他本身是有一点环保意识 也都明白垃圾经费的目的 不在于打劫市民荷包 而在于 所谓的保护地球 减少制造垃圾 第一时间 他会提出问题的人 主持 记者 他就问 为什么 你要扔掉地拖棍呢 其实你有没有想想 你是可以重用的 你换个地拖 不一定要换个地拖棍 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 当你去宣扬这件事的时候 宣扬垃圾经费 你有没有把环保这个概念 放在你的脑子里 其实你从这些例子 就显示那班官员是没有的 即是你说地拖棍 固然可以循环再用 但是 环保的本质就是 每一样 其实这个世界 没有废物的 只不过是你 有没有用得其所 其实你也可以想想 他有没有将它 转化了另一种地图 另一样的用途 例如那支棍 你需要有时挂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 将它在谷企做一些安排 或者将它变成挂东西的架 我觉得有很多的可能性 当然 如果你想无再想 最后一定要扔掉 不过前提也是 其实垃圾经费减少废物 就是你将家里所有的东西 尽其用 如果能够重用 就不要浪费 但是我们在整个 近期的推销 就是向市民推销垃圾经费 因为我一点都听不到 这些高官是针对这些环保概念 有所宣扬 那你就失败了 其实也是很可惜 因为本质 这个才是垃圾经费的原意 但是那些高官 我就说他根本都不掌握 他既不掌握政策的内容 也都不掌握政策精神 就真的逗人工 很可惜 就是我们作为 就是出钱给他的 我们没有想出 因为他现在做错到这样的时候 一句道歉都没有 而且每个月都还是代代平安 那些人工 一个崩也没有 一毫子也没有少 在一个经济 那么差的情况 现在说库房有过千亿的盈余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这个忧虑 就是做得不好 都不需要担心 份量会受影响 不要说份工 那所以你说 是不是令市民觉得 真的太不公平了 那所以呢 那区政府 真是好 他进步空间实在太大了 那这个垃圾经费的话题 都说了不短时间 说了二十几分钟 所以都到此为止 那刚刚我就说 有几个技术问题要回应一下 那其实主要呢 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老问题来的 就是咪的问题 那也都之前我已经回应过 就说我已经换了咪的各样 甚至换了个电话 那除了换不到我自己之外 就是我的声音还是比较弱 那但是呢 还有很多 就是有人 有网友 就说都是很小声 那希望我处理一下 但是呢 我是看到大家的留意 不过我已经 不懂得怎么处理了 就是以我呢 就是我的专业就是做新闻 那但是对于科技呢 我也是非常有限公司 那在我有限公司的时候 我都尽量去换了一些可以换到的东西 但是如果再接下来的问题 我都是真的尽能力 但是都处理不了 所以 而最惨一点是什么呢 当听众说他觉得很小声 听不到的时候 我自己的手机 听的时候 即我立刻去听 我都怕出错 我又OK的手机 我问我身边一些人 可以接触到的人 那些人 每个手机都是OK的 所以 但是有Cox 有网友说不OK 那声音很小 那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真的都没有办法去解答 我曾经都想过 这个是否被hack的其中一件事 但是 就是 希望大家 多多体谅 多多包涵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但是我都会一直留意 这个情况 如果有更好的想法 更好的做法 大家都可以提一些意见 这是第一 第二 其实我主要针对第二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新问题 有人上了回应 有网友就看到 我昨晚出的那条片 就是对上的那条片 是关于股市问题 关于港交所CEO 林别正言 那条片 他们看到 在YouTube的时候 点击是零 他们觉得 哇 这么夸张 为什么会是零点击 就是上载了一整天 那么 这里就是YouTube的系统 我相信 是出了问题 所以我自己 如果你说上YouTube的频道 看 都是看到点击是零的 但是 如果 如果 YouTube给製作者的专业 我看到 它的点击 已经有三万多 不是零 但是 它真的在显示出了一些问题 以往 这个问题 也曾经出现过 不过很短时间 就自动 解决了 改善 出现正确的点击数字 不过 今次好像维持了很久 由今早到现在 我拍这条片的时候 都未见到改善 我都会 我都会 發个电话 问一下YouTube 应该就是它的程式 它的系统出现问题 这个事情 我也是随着问它 我也是无能为力的 我会 再留意着 因为我都会担心 究竟是否 有些 不可抗力 有没有被黑 各样的问题 我都要留意着 但是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我都有些恐慌式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你看回 作者的专业 又不是 明明都 可以看到 有一定的点击 但是为什么这样 真的要问一下YouTube 的系统 为什么要这样 以上就是技术问题 我就 手手回应 希望大家都明白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好了 今晚就谈到这里 拜拜